针对基隆八斗子及港浮阳266号渔船 今天凌晨1时被日本方面派出舰艇 在特定我们台湾北方的特定海运遭到逮捕 而且搜索并且带走了船长跟轮机长这个事情 我认为这种行为简直就像海盗行为 我们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00条到107条 对于海盗行为有详细的规范 而针对海盗行为之中那就是在第101条有所规范 但是这种行为假如日本是在它的管辖区以外的海域 公海上公然去劫持人家 而且使用暴力去劫持人家的船员或船只 基本上这跟海盗的行为没有任何的差别 在这我们必须要谴责 同样的我们也要提醒日本 你们要听清楚根据海上人民安全公约 你把船长跟轮机长给带走 是会降低而且损伤那个船只 在海上去维持它航行安全的能力 这种行为简直就是谋杀 非常的不可取 所有这些行为你要去扣船扣人这样带着走 这些都可以算是执法行为 但是你把人家船长跟轮机长带走 然后任由船员在那边自行的漂流 我认为这种行为简直是非常不专业的野蛮行为 你去降低任何一个船只 它能够航行安全造成为安的因素 这是我们稍微有点文明的国家都应该不会同许的行为 但是我可以预见我们这个政府是逢到日本就会软弱 必然什么屁话都被坑出来 在这我们非常的要呼吁政府要面对日本这种野蛮的行为 要立下要硬起来 感谢观看